我也希望国务卿现在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 多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的第二天 在人民大会堂会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是自2018年以来 习近平再度和美国国务卿见面 也为这趟旨在缓和美中之间紧张关心的访问 画下句点 上午布林肯则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 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布林肯发文表示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影响国内外人民的双边和全球问题 其中包括了台湾人权恶务战争立场等议题 据中共官媒报道 王毅向布林肯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要求美国明确反对台独 并在经济上取消对中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等 他的重心问题除了是两栅阵营的问题 就是自由世界跟共产阵营的问题以外 其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那台湾问题要取得解决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中共方面他领导人为了面子 他也不会让步 美国以强权领导人的地位 他也不会让步 就是像这方面要取得协调 我认得非常困难 布林肯下午也安排与中国美国商界领袖 举行圆州会议 不过纽约时报先前报道 外资直接投资中国跌到18年来最低点 国家外贸协会会长克尔文表示 美中经济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糟糕 任何突破的期盼值都很低 新唐亚特电视 曾义豪 唐贤安 整理报道 新唐亚特电视